眼前一字排開 十幾杯來自世界各地的咖啡 一樣是咖啡 泡起來風味大不同 這樣燃山好了 趁 人家用水漱口 我們就用咖啡漱口 對 所以我們喝三次好不好 第一次漱口 對 比較焦糖的甜度 然後水果 一淡淡的水果香氣 整體的味道平衡 然後質地比較有絲綢 就很柔軟的質地 破渣一直將漂浮於咖啡表層的咖啡渣剝開 讓底下的咖啡香氣湧現 先感受這支豆子的香氣後 再喝進嘴裡感受咖啡的風味 影響一杯咖啡風味的有很多因素 產地 豆種 烘焙 沖泡方式等都會影響 基本上亞洲的豆子像蘇門答辣 就是所謂的曼特尼系的豆子 會比較墨綠 非洲尤其肯亞水起處理法 會有點這種綠藍綠 而且大小顆是很一致的 這是非洲的耶加雪碑 日曬處理法因為它是曬在棚子上 不是經過水流 所以它的大小顆很容易不平均 最後一支是我們的巴拿馬 是最近最流行的 它的外觀的大小顆其實跟肯亞差不多 咖啡生豆不同的處理方式 會形成不同的風味和外觀 日曬咖啡是人類利用咖啡歷史 最悠久最古早的一種處理方式 因為它的概念很簡單 油果實在樹上 我就把它整個曬到乾 然後整它乾了以後 我們再想辦法把它的種子取出來 所以如果咖啡用傳統方式 直接曬到乾的話很容易失敗 很容易在曬乾的過程中就先發霉了 所以他們伴隨著當時 19世紀左右工業革命的時候 他們使用了一些蒸汽動力 機械動力他們開發出一種方法 如果我先把咖啡脫皮再拿去曬 會發現咖啡曬乾的比較快 有些人發現說如果我水不夠 可是我又想曬得快一點 那我是不是有個折中的方法 好像是借在兩個之間 所以他們就有一個做法叫做蜜處理 那這個蜜處理不是指它淋了蜂蜜 而在上面 而是它的果膠呈現在它的表皮 就像是上面淋了一層糖蜜一樣 黏黏的 咖啡豆在產地大多以生豆出口 到達各國市場之後 再隨著各地的飲用習慣來烘焙 烘焙就是所謂的化學變化 焦糖化的反應到最好的位置上 接著再做養豆 因為咖啡現烘完它有大量二氧化 需要把它排掉 養豆完了大概我們都抓7天過後 到一個月內正式可以到門市去充足 咖啡豆依據烘焙的時間 可分為淺焙 中焙和深焙 烘焙深一點 咖啡就比較容易出現一些烘焙所產生的味道 例如說可能一些焙烤類的味道 烘焙淺一點的咖啡呢 它會保留咖啡裡面本身比較多的物質 包含咖啡裡面的酸 所以我們常常說如果這個材料比較好的話 我們對它的烹飪的手法 就會降低烹飪對它風味的風味 這也是為什麼 像所謂的精品咖啡或是高品質的咖啡 我們都會選擇淺焙或是中焙一樣 品質越好的咖啡豆 烘豆師就會希望保存更多它本身的特質 而不以過度的烘焙改變了咖啡的風味 你好 喝咖啡已經超過一千年的歷史 小小的一個咖啡豆在現今人類的世界中 已經和可可、茶葉並列為三大飲品 在各地的文化熏陶和精緻講究的處理方式 也喝出了屬於咖啡自己本身的一套文化 在別這樣 extr移了 是若年西瓜